109年的市场状况 在上半年整个是市场巨变 惊涛海浪 到了下半年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缺仓缺柜 去年受到疫情影响 推升货柜航运需求 运价不断上扬 长榮业绩大爆发 去年获利新台幣243.64亿元 EPS5.06元 21号股东会决议 配发现金鼓励2.5元 也宣布扩传计划 2020年增加了15万举左右的一个柜量 那比我们正常的配柜 大概多了将近10万举 那约多了5个percent 所以新增柜量也缓和了 本公司缺柜的压力 解决缺柜问题 今年长榮新造柜及租柜 将打42万举 在船队的部分 今年预计交付33艘新船 运能约成长18% 未来三年内 还有42艘的新船投入经营 目前长榮高运价的欧洲及美国县 各占营收比重约35% 对于航运后市相当乐观 我们在获利表现上也屡创新高了 那么对于亲民两年的展望 我们是乐观看待 对守万海20号股东会同样公布财报 2020年获利113.2亿元 EPS5.1元 配发现金鼓励跟股票鼓励各亿元 其中美国县贡献四成的营收 后续市场很看好 根据市场供需原则 全球缺船缺柜依旧严峻 运价持续上涨 而台湾超级航运州 货柜三雄接连举办法说股东会 对航运前景一致看好 今年营收都渴望再创新高 参议员许之雄方向特导